谢谢今晚赞美 给我们带来美好的诗歌 来送赞神 我今天熟悉中国在座的弟兄姐妹 祝你平安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教人知道 我是菩提像耶和华 今晚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 三章十四至十五节 七章到十四章有关的经文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封准明我们一起读 神对国旗说 我是自由拥有的 又说 你要对神的人这样说 那自由的大发果让你们这里来 神就对摩西说 你要对神的人这样说 耶和华你的祖父的神 就是雅各的神 以赛的神 雅各的神 雅各的神 雅各到你们这里来 耶和华是我的名 直到永远 这也是我的记念 直到永远 我分手攻击爱极 将你这些人从阿里的中间 出来的神 爱极人就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用我水里的 让你以资亚活作的中水 水中边的中水 因此你明明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他说 你明天 我就是说 可以靠你的话 我让你这没有太多话 我们神的 因为 耶和华 耶和华 我要让你自己的灾亚 您让我们 很多灾云的城堡 比你白色的身上 将你听着 在土地下 没有赏我的 我若是从 我们的一空 一体 我都有感情 你早就从地上 起来了 其实 我教你的城堡 是一个教权 你学我的爱 你早使我的命 还在别人地上 博士对他说 我一处成 要让你留话 取守的话 为你此处 再来永远 教你们说 全地受死的 我了 并要我教你 教我们 才爱人所做的事 和在他们中间 所生的身体 还与你来和此 或者是我们的耳中 我教你们 受到这些东西 自以自得 无论是人 是圣出 连走的 赶上他们的老舍 我教你们 受到 永远 在埃及的 和遗世人 分离出来 因为大爷 我要寻思埃及地 把埃及地 一切同生的 无论是人 是圣出 都积散了 永远是 大埃及天职的神 我是永远 我要是 他老的心当业 我要用罪看他们 我便在 他老的 和爱情 捐赏上 和荣耀 爱人 就知道 我是 天皇 你是 天人 真要 行的 好 我们上去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你是 菩提亚的 耶和华 你是 造物的主 你是 圣民的 主宰 感谢你 简讯我们这一群华人 成为上帝的 这一群华人 在你的月中 蒙你的保守 在这个世界上 要为你 做光做盐 主啊 面对我们众国 问约这个月情 主啊 求你 天上来的声音 来告诉你的儿女 怎样在你的话中 那个鉴定 那个宣告 我们的神是 菩提亚的耶和华 求主的灵充满在这里 师该讲的 听的 同感于灵 同梦造就 求主是之家 也寿命 魔鬼的作为 主啊 是你儿女们 在你的话里 能够得着安慰 得着祝福 得着保守 奉祖民也求主 灵兵 重化大地 求你的宝血了 贺负罪跟舍命 他们一起的罪 恳求主赐恩 爱你名的缘故 因你十字架的大哀 求主 仔细问约 祝福 众国人民 也叫他们 在这个苦难中 更度的跪向你 认生你 耶和华 是菩提下的神 主啊 把余下的时间 共奸仰望 叫出主的手中 求主 愿门同灾 让你得着 益气的荣耀 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 将荣耀送赞全病 都会跟你 封主的名求 阿们 一年神将 死灾的信仪是什么呢 在圣经中 神节常被称作为上帝 显示的记号 代表上帝在我们党中经过 神节经常是令人稀奇的事 但是是显出上帝的大能力 让人从信中 对神产生敬畏 也把荣耀贵的上帝 那面对我们今天 中国的运行灾难 那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面对呢 我们思想 神要记住这个灾难 给我们 什么的旨意呢 那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 大家都会发现 那边有一句重复的话 是什么呢 叫你们知道 以华是菩提下的神 创世纪是启示神的主权 而出埃及纪 却辞世了神的能力 智慧圣洁 这是完美的启示 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讲的主题吗 这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他的真体带在他的肩上 他的名字 奇妙测世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当我们密临中国疫情苦难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思想 神的话语 有没有尽心这位神 冷冷在掌权 我们有没有靠着主的音讯 来靠近我们的心 在这个世代为主来做见证 来发光 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有没有 十四世纪发生了一场是人类 最严重的温月之夜 是远于亚洲 中南部喜马拉雅山区 在这个黑海城市卡发 在约灾十四世纪四十年代 散布到整个欧洲 当时人就叫 市名叫黑死兵 那当时这个温月在全世界造成了 死亡人数 七千五百万人 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那当时在中世界 欧洲人 人口在百分之三十至六十 都是这个黑死兵 那圣地要人认识 祂是圣明的主 祂是造物的主 要人敬畏这位神 圣经说当主战来的时候 还会有很多的灾难 这仅是灾难的起头 那面对我们中国今期 武汉这场温月 那我们看神要接着 这个温月向全世界 向中国向神的儿女 要说什么呢 他的信义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根据 出埃及神行十大神经 带来个启示 那主题就是 叫人知道 我是菩提下的耶和华 下面我分四题 跟大家分享 一神将灾难 二人心杠印 三分别百姓 有什么希望 这个便登下转 死神神 的能源 那是神将灾难 我们先来看 F十二章 十二节 因为那夜 我要寻行埃及地 把埃及地一气投胜的 无论是人是生出都击杀了 亦要败坏埃及一气的神 我是耶和华 那这今今晚讲得非常清楚 神将食灾 我相信大家这段今晚都有读过了 这食灾怎么发生的呢 神的目的是要领百姓出埃及到旷野 侍奉耶和华 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是神的救赎计划 十个灾难背后的神官 就是有九个是直接对准埃及所败的偶像 在出埃及记三章 叙述了神呼召摩西 耶和华使者从经济内火役中向摩西显现 说我是你父亲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以华说我的百姓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受独公的侠之所发的哀声 我也听见了 我愿知道他们的痛苦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痛苦 主看见了吗 我们的哀声神听见了吗 我们的痛苦 主知道吗 三章八节说 我下来要揪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到牛奶欲灭子弟 就是驾难之地 这是神的音讯 在冲世纪十五章十三节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一 别进去别人的地 一要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 他们四百年 十六节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毁毁到子弟 因为亚伯拉罕的罪名 还没满盈 那现在神的时间到了 神要成全 在三章十九节说 我知道 虽用大人的手 埃及王也不拢你们去 神知道埃及的心刚愿 然后将他老实在来惩罚 最后神的旨意能够成全 烦恼才让以色列人走 那么今天 中国执政掌权的打压 制作徒 目的就是不让人来侍奉神 他们敬拜加神 自己就是神 那么面对 今天中国的疫情四年 我们看在这个神要向世人说什么呢 就是要人认识 以法师独一的真神 他是唯一荡败的神 大家认为中国现在强大了 在世界上都有名了 科技也发达了 平安武士的向前发展了 人真说平安文土的时候 在乎霍兰就引导了 在T3农尼加前书五章三节 但人不认识自己的渺小 一场瘟疫会迅速传染 导致死亡 没药可依 发展到全国 甚至全世界 整个法人 包括国外的法人 都受到影响 大家都感到恐慌 为什么呢 罪的公家 就是死 在死亡威胁 死神秘籍 人们是束手无策 谁能战胜罪恶 死亡呢 唯独耶稣 替上地下 没有持下彼得名 我们能靠着得救 谁能在死亡的 未知密集 还能有平安呢 就是我们在住的 信耶稣的 我们应该有平安 耶稣基督的圣兵 在我们里面 主的圣兵就能战胜死亡 因着耶稣与我们统战 祂将祂的平安 赐给我们 主耶稣 自己 祂就是平安 那 那说是神业要通过这场瘟疫 叫中国 叫世人 更多的来认识他 会向他 埃及人是古代世界 拥有最多神的民族 至今有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 他们说埃及要有80个偶像 他们敬拜包括 狮子 牛 羊 狼 狗 猫 眼睛 蛇 青蛙 蝗虫 和其他昆虫 等等 所以 法老说 耶稣 是谁 使我听他呢 他是在藐视这位 如类的神 耶稣 因为 以色列人在他手下做努力 所以当主将他实在来审判和摧毁 埃及人的偶像时 他是在告诉他们这宇宙的神到底是谁 是最终埃及人确实认识了耶稣 并敬拜他 在赛亚书 十九章二十一节 神追义乌人 敬拜偶像 神看拜偶像人是属灵的淫乱 以色列人经常受管教 也是他们离开神 拜偶像 亲爱的听众姐妹 你心中是否有偶像呢 耶稣 必要讲他 一一的毁坏 法老王 因他性的罕验 不肯听摩西亚人屡次的请求 让以色列人出哀戒 用神就用十大灾难领到了哀戒 这十字 也是在圣经代表完全的数字 那这些大灾难是一支比一支来的严重 不但导致人身体受苦难 而且这个灾难的本身 就是对埃及神的一种审判 烦恼称为太阳神 祂是太阳神之神子 祂就是神 所以神要败坏 神要实在具有各方面的属灵的意义 我们看第一灾水逼血 在七章十四至十五节 是对付尼鲁河神 那神警告法老不听 那以后神借着亚人举手 击打河水 河水就逼成了血 那河内的鱼都死了 河水也不能喝 埃及人他们敬拜这个尼鲁河 就是他们的神 神洗神经 叫他们一入这个河 离水都不能喝 来伤起神的大人 叫法老知道 唯有耶和是神 但是法老固然于完 他还拦阻 不让以色列人去敬拜神 我们再看第二灾 瓦灾 在既文八章一指十五节 对付瓦神福火之神 埃及人以来以青蛙为女神的标志 他是有盛誉的 他掌管盛誉的事 因此他们不敢杀青蛙 所以神警告法老 法老不听 神是青蛙 必成了灾害 西民他们的蛙神也是虚妄的 那是法老认识神的 实在 而相亲祷告法的能力 他就照摩西亚人求神 除去这个青蛙 其百姓能够去祭祀耶和华 当法老看见这个灾害 效盛的时候 他又开始于完 不让以色列人去 这就是告诉我们 当人在遇难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许愿 当平安了 我们就会 就会 亡恩负义 并不还愿 人的落地 在法老身上 都表现出来 我们看第三灾 十灾 八章十六至十九节 土地神 埃及人拜地为 众 神之母 但神要在地上洗神经 神记着 养人圣章 击打尘土 遍地 生出十字来 行法说的 也要用习书 要生出十字来 确实不能 说是对法老说 这是神的手段 那疑问就是 这是神的指头 行命他们所做的 从自己的法说 不能跟神的能力抗衡 这不过是神施展 一滴滴的小权柄 来警告法老 我们再看第四灾 昌英灾 在八章三十至三十二节 叫阿西利斯指七 神需警告法老不听 神叫成群的苍蝇 进入法老的宫地 和祂的成婆的房间 偏激 在埃及全地 都被这个苍蝇毁坏了 据杰金家说 这苍蝇一直在西伯来文 是一种讲虫 是一个动物 是一个昆虫 是太阳神的标志 因而他们认为像青蛙一样 是生物 且认为苍蝇是一个生物 不能把它处灭 那这一次灾害呢 比以前各个灾害更厉害 那摩西造这个法老造摩西 为他们祷告 就要成群人倡议离开 可是法老仍然不悔改 不容以色列人去旷语 以祭司 也和王 第五灾 初于灾 就生出 在九章一纸七节 那对付各种牛神 神戏警告法老不听 以法神的时候 在埃及体间 生出身上 就是马、驴、路土、牛群、羊群 身上发生了重重的瘟疫 几乎都死 这是圣经记载第一次 严重的瘟疫 只是以色列人的生出 分别出来 一钩都没有死 但法老的心却固执 能不能以色列人离开 我们看到 这个圣出的生死 也掌握在以法神的手中 何况我们人的圣名 更是在神掌握之中 那可及法老 他进不自觉 该是何人的愚昧 第六灾 窗灾 在第九章八指十二节 对付一支之神 埃及 他的这个药草 日月上很有名的 那摩西亚人 神吩咐他去了 急捧如徽 在法老密集 向天扬起来 那这会就聘机全地 比较纯度 经理在埃及人和圣出的身上 刑法说的 一个例外 在神的密集 都站立不住 他们每个人 和圣出身上 都持了 破了个窗 那这再又是神一个眼泪的惩罚 埃及人有时间 他吸人为鸡 他们把那个 献祭的灰 向天扬起 他们特有消灾 解惑 但是 摩西将这个灰 而扬起 向下灾害来 是埃及人和圣出 每一个人都不能心灾 然而 法老 新孩子 杠恩 这是出于神的死难 这也是印页了 四章二十一节的预言 神知道 法老的新杠验 在第七诞 鲍与火 九章十三至十五节 对付天神 那神特别警告法老 不听神吩咐 摩西向天伸脏 就打雷下包 而且与火参战 把体间所有的人临 伸出各样菜书 一切数目都毁坏 那自从埃及开国以来 遍地没有这样的灾害 唯有以色列人属住的 割散地没有冰包 这一灾害是 头一次神使人受到伤害的大灾 比前各灾的毁坏更为严重 那喜明 人是生不了天 那烦恼虽然正经口累认罪 成了以后话是共义的 他和他的百姓是邪恶的 但他心 还是不悔改 能难遇神毁坏 当他要求摩西向神指出灾难以后 他还是不让以色列人去敬拜神 我们再看第八灾 黄虫灾 第十章一指二十节 这是对付五谷保护的神 神戏警告 法老不听 摩西尊崇神的吩咐 向天胜仗 神使东风挂在地上 把蝗虫堵过来 落在埃及的四经 那这是空气局后的厉害的灾害 因为蝗虫变低 全部看上去都是黑暗的 把鱼类印着邦斋所剩下的菜书 书上的果子都吃光了 那法老急忙找摩西亚人来 承认他们的罪 那意思说 他没有听他们的话 而且他每一次都是自食指言 并且把摩西亚人拟出去 现在他要求他们老祖 请求他们向神祷告 可是呢 黄虫灾一过 他的心仍然更映如铁 不容以色列人离去 我们再看第九灾 黑暗灾 第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九节 对付太阳神 摩西照着神的吩咐 相提圣仗 埃及遍地 雾黑了 山提执酒 人都不能相见 谁也不敢离开本处 唯独以色列的家中有亮光 埃及人原来敬拜了太阳神 神使他们在地上都没有光 那黑暗的情况如此严重 使他们更加恐惧 因为他们所拜的太阳神也失败了 那烦恼这时候又招母系来 要叫母系祷告 能够允许他们日生的人去敬拜神 但不容许把牛羊生出带走 但是母系要求统统都要带走 所以范老再一次杠音拒绝 他这一次 而且还为些母系 说你以后不要再接我的面 那他这样的拒绝 等于完全拒绝了 他唯一的得救的途径 那这里三体埃及人可以从恐惧中思想 为什么这一群会领导他们从水壁学 青蛙满地 狮子片身 苍蝇成群 生出都死了 肾上长满了窗 冰包灾烂了他们所有的中家 蝗虫吃光了一起的绿色 那至今他们住在黑暗里 他们所拜的神去哪里了呢 他们所拜的祝神的热光子神 他们的光去哪里了呢 为什么不能照耀爱情呢 我们看第十灾 三长子灾 十一章一子十节 对付圣命神 神以牧师之灾来警告法老 就是约到半夜的时候 他出去巡行埃及遍地 从保住的法老 直到牧子后的悲女 所有的长子 埃及一起投胜的胜出 京都杀了 在埃及地 必有大爱好 五一家不死一个人 那长子是一家的人的代表 古时候 人非常尊重长子 那这一灾还所接打的是法老的神圈 埃及人相信法老是太阳神 圣命之神 是奥斯里斯的化身 法老王的工作是持守着众神对埃及的后恩 以劫执行 执续的女神马特的律法 然后法老圈无法保住自己的儿子 就是他下一任王群的自继承人都死亡了 他也无法阻止埃及其他人的长子死亡 所以唯有耶和华上帝有绝对其能 掌管人的生于死 这在使埃及上下人民特别的进化 当初法老要怎样处命神的长子 神的许名以色列 现在神要处命埃及的长子和他的军兵 这就许名人重的是什么 瘦的也是什么 虽然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 法老顽梗杠阴的心 海水之家居 那以处使神要在埃及地洗明他的共仪 事占他的作为 最后成就了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的这个目的 耶和华在埃及将实在 毛头不是指埃及的硕士 是埃及人所败的各种神明 苏克洗道 是为何神要将实灾给埃及呢 为什么将灾是实灾呢 不是彼得灾呢 答案是那是在代表神要拨车 埃及人所信奉的主神和女神 神也要在这个灾难中攻击埃及人所信奉的神 即女神以证明他们是假神 实在消极方面 是说明了偶像假神都是无能的 集结方面 是宣告了神乃是全力的主宰 他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神 乃是世上所有人 包括埃及人的神 实在显示了受造之物是不可能与造物主抗衡的 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这是母庸自已的事实 神要他们怎样 他们就怎样 当主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 他又以具体的行动 证明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全力的主 在祝末回馈下 他是酒水必成就 他一支大马蜂 许罗夫人得几净 是平静凤浪赶鬼 用五品奥鱼 未保了五千人 还剩下十二男子 教食人复活等等 神一切奉圣 有形有体的 住在耶稣里 那今天这位以马利利的神 就与我们同在 我们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 我们向你看第二大帝 人心抗议 人心抗印 既文在 5章2节 7章5节 9章16节 14章18节 在7章5节说 我身手攻击 埃及 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 神要叫埃及人知道 耶和华正要准备为以色列人做一级大事 那神不会容许法老践踏他的名声 神给亚伯拉罕的义许 他一定会成全 那因此神必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但是弟兄姐妹要注意的是 知道耶和华 要他们来敬拜事奉 必须要进入属灵的战争才能实现 那一直以来 摩西作为神的代表 法老作为撒旦的代表 他们在奥祭之间展开了一场属灵的正战 所以神对摩西说 我使你在法老密集代替神 后来摩西亚人来到法老密集 传达耶和华的命令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让我的百姓去 在旷野向我守洁 法老回答说 耶和华是谁 使我听他呢 让以色列人去呢 实在的目的就是准备耶和华是谁 那这样一来 神必须教法老清清楚楚的知道 耶和华是谁 因此在七章五节十七节出现了两次 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句话 他们说 希伯来人的神预计了我们 求你拢我们往旷野去走 三地的路程 祭祀与华我们的神 米德他用瘟医刀兵攻击我们 埃及王对他们说 摩西亚人 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 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去吧 又说 看了这地的埃及的以色列人如今众都 你们经教他们摄下担子 然后法老王更厉害的压制本性 他不给他们炒 还要卤树的交砖 我们看到 法老王是如何的来回答的呢 他的反应 他的心态是如何呢 从开始神就知道 法老心是抗应的 那他不肯让以色列人就侍奉神 所以神就认凭他 神降灾 他不悔改 所以一个灾难比一个灾难更重 当人不悔改 不认识神 人的心就越来越抗应 兵器实在显示 人的悖念与灾祸有关 那我们从初埃及记第七章22-23集 8章15-19-32集 9章7集12集 34集35集 10章20集27集 这些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 每一次在乎以前 圣经都清楚记载了一件事 就是法老印作心 法老心里抗应 法老的心却是固执 神任凭法老的心抗应 那圣经不读记下法老的心抗应 而且记下了神 十次要法老拢本性去 经文在五章一节 六章一节十一节 七章二节十六节 八章一节二十三节 九章十三节 十章三节 但法老却屡次不听 不拢以色列人去 硬心抗拒的结果 并会带来神的审判 神将十在前 埃及法老 截止傲慢的回答 国戏说 伊华是谁 是我听他的话 拢以色列人去呢 我不认识伊华 也不拢以色列人去 将十在后 那法老才发现 他们所信封的神 根本不能与伊华 向对抗 不得不降伏在 耶和华神面前 不仅被扑允许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而且还请求以色列人为他祝福 那在义坚 法老照摩西亚人来说 起来 离你们带以色列人走吧 必要为我祝福 那实在更主要的是 洗明神的大能 这能力一方面洗明在 埃及所有的偶像的败坏上 另一方面洗明 即使人是如此的 杠印和被捏 也不能拦阻 上帝旨意的成就 如神自己所说 其实我叫你成立 是特要向你洗我的大能 必要使我的名 传避天下 凡老的杠印 这也给我们的提醒 耶神有绝对的主权 它显示都有策略 有计划 他的作为都有教育的目的 就离降灾惩罚 都是为了使人认识他 二认罪不等于得救 法老多次认罪 但是他为了悲悯 演起了灾祸 并不是真心的悔改 那促使了更加的诈验 那认罪太迟 或者密堆刑罚 不得以而认罪 仍然逃脱不了神的惩罚 像雅干、犹大或亚拉尼亚或和撒费拉 三得救的原则不变 心而顺服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第三大理 分别百姓 经文在八章二十二节 十一章七节 八章二十三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笔 那奉主编请 当当晚日 我凭分禀我 百姓所住的各上帝 使那里没有成全场 道教祢告所 我们身下的结果 必要效祢 和祢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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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耶稣来 明年必有这个圣迹 祢的百姓 下面再继续 祢 我大厢的百姓 法治 佳祢的百姓 神 按及一切 高兴 五年 五年 曾经 百姓 十一军 名ulars 摩西相见时刻 爱外界地久不得了三天 三天地久 人不得三天 谁也不敢期待离开传书 没有以色点在我们的标凉 在大迹上帝 我们不过保证的法老 知道了摩西国的律律 也会在我们的法庭 一切一切 同向那身处之处 都会写死 好 那感谢神我们读了 虽然在埃及尼江中路灾难 我们神的子民是蒙神保守的 我们看这个身处灾 只有以色列 他的身处一直都没有死 冰暴灾 唯有以色列 各上帝没有冰暴 那黑暗灾 那三天之久 唯有以色列家有灯光 那三长子 那埃及片地大爱好 那神用高养的血来 奋毙以色列人们保守 高养血也预料 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 你们要守五一级 因为我真是这日把你们军队 从埃及领出来 所以你们要守至日 作为世时代的永语的定律 那就是我们经常守的圣餐 那我们从这个昌烟灾 冰暴灾 温月灾 黑暗灾 沙长子灾 我们就看到 神用对比的方式来承细出神审判 分别的工作 那最后在十一章六字七节 埃及辟地必有大爱好 从起没有这样 后来也没有这样 至于以色列中 无论是人是生出 狸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蛇 好就你们知道 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 那记住 杰杀长子只在神公义的审判了埃及 起初埃及王撒米勒以色列的男婴 现在埃及全地的长子被杀 起初以色列人因婚夫诸苦工 不断的发出爱声 今天埃及变地发出其所未有的大爱好 那日期以色列人作为神的百姓 身上的这个记号 那就越来越明昔 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 神会保护我们 那在埃及变地的大爱好中 以色列中却平静暗铃 就像苍蝇婴子灾和冰暴子灾时 为了以色列所住的各山地 没有苍蝇 也没有冰暴 那埃及的圣处中发生温月时 以色列圣处却一直都没有死 黑暗子灾 为了以色列家有灯光 那为什么以色列美事呢 难道以色列人是埃及人更异吗 不是的 世上没有异人 离一个都没有 仅仅区别在于以色列人是神的取名 在于耶和华的主权分别 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宣告说 这一群子民是他的百姓 是他所兼许的 神要为他们正战 神要救他们到底 那么神兼许这一群子民是干什么的呢 那就是要他们可以经到与神的约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跟主耶稣列了约 让神做他们的神 他们做神的殖民 得以按照神起初 创造世界的信仪 而活 那以色列人和埃及人 宰然相反的 来种命运 此时也是人类最终的两种解决 那能在神密集 贵根基底分两类 一类是属神的 一类是属魔鬼的 在罗马书8章31节说 神都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那即使努力 即使神帮助我们 即使像埃及人神努力 也有出路 让神抵挡我们 那更确切地说 就是我们抵挡神 那就是像埃及法老爷 王一样也中究灭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有保障的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立约的使命 在这场疫情中 我们要见证 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要像那时不信的人一样 信里没有神 被疫情下的色魂上的 逃之夭夭 神是无数不在 无数不能的 对于信神的人 我们应当极力地 从这世界的罪恶与黑暗当中分别出来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地 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地 神要住在我们里面 就如神称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们有这等应许 就让极尽自己 处去身体的灵魂一级的误会 敬畏神 得以成圣 这是在哥里路后书六章十六节七章一节 我们从三十十灾看来 处处都显出神的权柄和大能 他不一用一次大灾毁灭埃及 而且用十次灾害分开来警告法老 其目的希望法老正正的悔改 那我们可以看到神是这样的慈爱 以共义和宽容冷暖灵弊 在肚子的灾害中 他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人中分别出来 喜民 许民之盟主恩底保守的 是在神祝福当中 那最后要喜民恶人的解决 终究要受到神的报应 成为众人的近在 弟兄姐妹 你显示为了如何 取决你相信上帝有多大 如果你认为他太小了 那么结果你就会 持续或在恐惧没有暗灵当中 神在实在中分别以色列民 教他们知道 神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神 也是全人类的神 是宇宙中独一全人的神 一切假神在祂密前 度施圆形笔鲁 暗冷十色 神还要以色列人将祂洗离神经 传于他们子子孙生 号召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是神将实在的目的 下面我们看最后一笛 神婆带祷 那经文在七章一节六 六节九章二十九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使你在法老密集代替神 你的哥哥亚人是听你说话的 摩西对他说 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 离逼止住 也不再有冰包 教你们知道全地都是耶和华的 摩西亚人这样行 耶和华怎样奉复他们 他们都照样醒了 大家知道神起初呼召摩西的时候 摩西一直的推辞 他认为自己不能 那弟兄姐妹 你想想看 摩西以后 凭什么能力 能够在当时 全是最大的法老密集 战斗呢 他只是一个牧羊人 灭绝就是记着祷告的力量 听神的吩咐 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每一次遇到困难就祷告 当他要求法老王 让以色列人去服侍上帝 法老不答应的时候 那凡我价装百姓的重担 结果百姓因着重担增加 而责怪摩西 那时候他就学会了 来到上帝密集祷告 将自己心中所担心惧怕的事 告诉上帝 摩西勇敢的站在法老命前 鉴定的提出自己的主张 也承担法老一次又一次的拒绝 和抵挡 然后 记着祷告 依靠上帝 所释放出来的超自然的能力 实在 来使法老降福 至终降世的人 从埃及地领出来 你几细读出埃及记 你会看到摩西一切的周围 都是透过祷告 照上帝的话 吩咐去行 他没有自己的意识 完全顺从上帝的感动做事 就是摩西的手 摆上帝 这个取能的创造宇宙的手 牵着摩西的软弱的手 能够在法老命前 显出这样莫大的能力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一直在寻找 他能够寻找神所能够使用的人 不是你能力很强 上帝需要你 而是需要你承认 自己不能神能 那只要我们能把自己完全献上 那神的大能力 就从我们身上彰洗出来 在八章八节说 法老照摩西亚人来说 请你求以后啊 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名 我就隆百姓去祭司耶和华 实际说 明天摩西说 可以照你的话 好叫 你知道 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 要知道我们应该祷告什么 那为法老祷告 当然是叫青蛙离开 但母系说 可以照你的话 他下一句不是 好叫青蛙离开 而是叫你知道 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 那法老觉得 叫青蛙离开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祷告禅福音时 总要让人家清楚知道 你做的一切事 是叫人信靠更爱更认识上帝 因为我们知道 一切的问题都在于你 是不是信靠 认识 敬拜 顺服 这位上帝 据了我们教会 单身份的人很多 那我们就会用各种的方式 来引领他们 更认识神 更信靠神 更爱神 我们不会是用贿赂的手段 你度假的钱 我就可以证明给你 那在九章三十三节 摩西雷了法老出城 向耶和华举手祷告 离荷包就指住 雨也不再叫在地上了 以华采取摩西带领埃及人出埃及 那记着他手中这一根章 来分别真传 当母系圣章的时候 就能够把埃及所有的假神都能够处灭 那也彻底摧毁了埃及人信仰的根基 那而且苏神的百姓完全没有受到实在的威胁 那摩西的藏 藏起了神的权能 也行使了神的共义 证明得神统在的人 有大有能力 那看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 先杠咽 他们别跟着以色列人下去 这样我别在法老和他的全军圣上 以接他的马车和马兵圣上得荣耀 我在法老圣上以接他的马车和马兵圣上得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那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四字十八节 那本身出埃及后走洪海 那法老的追兵就追上来 摩西祷告香海胜仗 那洪海分开 那记着摩西这样祷告神洗出他的全能 使以色列人在绝境中神能让回马开路 那让百姓能够黯然走过洪海 这是摩西圣章所带来的恩典 那弟兄姐妹今天什么是我们的葬呢 就是神的音许 那我们是君尊的祭师 我们要站在死人忽认总将代求 这是神儿女的特权 在一群处处了愤怒的百姓中 摩西按神的奉募 胜出手中的章 能够带下这样无比奇妙的恩典 而且每一次摩西圣章祷告 都不是为了自己 他为了神的名 为了他们的民族安慰 那摩西在祷告上就是这么单纯平凡 那神就能够赐下那样属体的能力 今天面对中国疫情的时期 甚至世界各地都受影响 那正是我们充分的体育 这种祷告的时候 让我们感觉到 把张胜出来祷告 有富裕的精神 那弟兄姐妹不要说 这样单纯简单 你就能做到 试问我们的祷告 有没有私心呢 我们是为神的名 为我们民族在代祷吗 那以来耶和华神要在埃及 他的军兵上得荣耀 使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 埃及人是受予泛神主义的民族 他们什么都是神 那以华神在埃及降下十瞻 知己见解 就是来处掉这个埃及贾神 这是神的目的 实地上万族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 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 耶和华要在万族中得荣耀 乃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那么人第一个就是犯罪 不荣耀神 那神对我们 这是属他的子民要求更会高 在摩西为法老代祷中 虽然法老不改 但摩西这人就是带导 那我们看到有的时候 有一次人就都大难临头了 他就会叫你祷告 甚至跟你主悔改的祷告 他其实并不是真心 他如果好了以后 他可能根本就乱脸 不认人也不认神 那当下我们会愿意帮助这样的人 祷告吗 会不会为他们祈求神呢 那我们看到 如希给我们一个服饰的榜样 那就不管对方是真心还是讲义 当下我们有尽到我们的本分 就是代道临能归主 那至于对方的诚意多少 那神会监察神有份寸 他能度过苦难 那一切度在无主体在无神 那我们若拒绝对他们 但见到我们的本分代道 那我们是亏据了神的荣耀 那像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一样 我们也是映着景象的人 无可旧约的罪人 我们也没有任何善行 可以屈指得到神的恩待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借口 可以让神不惩罚我们 那我们实在需要一位像摩西一样 被神所认可的宗宝为我们代求 是神不向我们发祂的愤怒 那不将祂所说的灾 那还有哪一位 比主耶稣基督更完美的宗宝呢 那还有哪一位 比耶稣基督的宗宝 更能被神认可和孕了呢 那是的 论到主耶稣 除祂以外 比武拯救 替下人家没有赐下彼精明 我们靠得得救 那譬如我们教会 很多人拿身份 我们可以看出 祂可能拿到身份 或者拿到证明 就不来了 那我们的本分 仍然要为祂带到 那今天的主题是 叫人知道 我是菩提下的耶和华 因为祂在管一切的圣父 上帝从来都没有失败过 因此你不必依靠自己的资源 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渺小 但你知道你的上帝足够强大 占无不胜 占无不胜 在十八世纪 英国 古教牧师 约翰 纽邓说 如果主 用我们统战 我们就没有理由 惧怕 他的眼眸看顾我们 他的手背 管爆我们 他的熬度 听我们的祷告 他的恩理 各我们用 他的应许不改变 一切都取决于你的上帝 有多大 那几人 上帝在埃及降下 食灾目的和意义 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 败坏埃及一起的偶像 刑犯埃及 让埃及人知道 唯有耶和华是神 二 在法老圣上所行的神迹 洗免上帝的全能 让耶和华的名 传遍天下 三 保护以色列人 让以色列人知道 耶和华是神 四 叫神的仆人知道 能不能 神能 顺服神行事 接着摩西代求 叫你知道全地都是耶和华的 愿神祝福他的话 下面 问答题 在预警中 你有福认识耶和华是菩提下的神 更敬畏他呢 并相信他分别并保守他的子民呢 你有福为神的名 为国为民代祷呢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谢谢主 简讯我们 成为祢 听过的故命 谢谢主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祢的致命 谢谢主 把这个神祢在埃及 法老甚至喜乐十大神迹 告诉我们 祢是菩提下的神 主 祢的圣灵也光照我们 我们有时会也像法老一样 常常背离祢 主啊 吃我们一颗柔软的心 悔改的心 敬畏你的心 主啊 也吃我们能够在祢历境 更加信靠祢 恳求圣灵充满 来为弟兄姐妹 在这个世界动当 在这个灾难离离 在面对中国的疫情 主啊 吃给大家像摩世一样 有代祷的钱币 为祢的名的缘故 为我们民族的安慰 来代祷求神 吃下祝福 也祝福众位弟兄姐妹 按照祢的应许 按照祢的约 保守祢的脆也蒙佛 乐也蒙佛 吃祢的圣性里健康 也祝福祢的圣份 工作 家庭 婚姻 只从后来都在基督里蒙佛 主啊 也将得救人数 替祢嫁给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将荣耀 颂赞全民都会跟你 封主的名求 阿们